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50分 2015年12月27号 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圣诞 阿弥陀佛圣诞日 咱们讲过之前 一起念诵师生阿弥陀佛 来公祝阿弥陀佛圣诞快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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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使用的就是英光大师推荐的识念法 这种方法念佛相当的殊胜 大家不妨真正的尝试 因为这种方法每天念上一两个小时连续三个月你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比于您之前面的那种方法的综合可能效果都要好很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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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上菩萨这里边 本愿经里边都没有提载 怎么还会有 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 佛陀在2500年前讲经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纸张 记载的佛经大部分在树叶上 后来刻丝到石头上 对不对 现在有了纸张 人间在发生变化 大家一直在跟他了解 阴阳八卦图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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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人是为阳 那是否对应有一个阴 阴就是地下 佛陀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人间所造的业障不同 佛陀也会有一些地域因缘而生 比如说现在的核武器核战争 对应的地域里边就是什么呢 就有了核爆地域 当然了这个地域的音源 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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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只能去想象 因为特殊缘故 这个不能透露 今天呢 分享的是 就是这个 如何看自己的未来 就是把配偶啊 配偶 不讲不行了 得给大家提升点兴趣 不然的话 把这些地域的文章 发到一些学佛的群里边 学佛的群里边 能把你提出来 大家呢 很多 我虽然是佛 但是惧怕果报 都怕地域 可是怕 你也要去 有这个业障的话 你不去不行啊 没有你啊 业力坚毅 第五门 为人之遭 在前一些日子 给大家讲过这个八字 再次声明啊 这可不是在圈阳封建迷信 也算是普及一下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古方法 看一下所谓的封建迷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种方法起源很早 比封建社会可久远多了 曾自为封建迷信 算命算命 为什么叫算呢 可不至于 可和现在的这个骗子不一样 这个骗子干嘛呢 是差言 察言 观色 在中国古人里边 的确是有高人的 它是通过一定的运算程式 就是方程式 然后通过一定的计算 然后得出一个结果 结果现在咱们的那个推算 哪天是日时 哪天是月时 通过推算以后呢 就可以正确得出 是几点几分 有这么一个天文现象出生 发生 这个人一样 就会推算出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将有因缘产生 当然这个推算模式 非常的复杂 一时半会儿呢 也和大家交代清楚 为了方便呢 就简单给大家聊一些 就是 未来的这个 呃 长相吧 八字啊 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不知道大家是否 还有印象 没有印象的话 可以找一下 以前的小故事 八字是有什么组成的呢 大家 一般问你 哦 什么时间生的呀 年 月 日 时 对吧 年 比如说 今年是阳年 对不对 阳年呢 是无马 未阳 大家那天 跟他讲这些十二弟子的时候 大家听聊了 天干呢 是个乙 就是乙 今年是乙未年 天干 地子 组成了 甘之纪念法 中国古人 是运用甘之纪念法 来纪念六十年 一个 循环 天 一个字 定一个字 这是年 而月上呢 也是天干地子组成 日上也是天干地子组成 时上也是天干地子组成 这天干地 这是不是四个天干 四个鼻子啊 加起来是不是八个字啊 八个字 就是八字 在这个预测书里边 它哪一个字代表的是自己的丈夫或者配偶呢 当然了哈 这里边呢 也很复杂啊 有的女子代表丈夫的那个叫官鬼 官杀 啊 丈夫代表妻子的那叫妻财 这个呢比较复杂就不忘记讲 就是来点简单了哈 他讲呢 方便录个小门啊 看看 也探了传统文化里边呢 它的一个预测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就可以了啊 大家谁也不是去上面当个啊当高手去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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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了啊 年月日时啊 都有两个字 啊 这里边重点呢 去看什么 看日干字 年上两个字 月上两个字 日上两个字 时上两个字啊 这就最重点的看 就是日上的两个字 日上两个字呢 就是一个天干 一个底字 天干那个字呢 在后期的意义里边 理解为自己 当然了 这个呢 不一定太准确啊 因为 每个门派都有不同 这里边仅仅是分享 一个 就像是大家一个娱乐吧 那个日之呢 就是 日干之那个芝麻 就是 代表的是你的配偶 你知道了哪个字 这个配偶了 你说宋师兄啊 这个东西怎么拍呀 好复杂呀 太简单了 网上呢 到处是那个 拍拔字软件 你把你的拔字 扛 一下子拍进去 它就会生成八个字 就是 年干子 日干子 又干子 什么都就出来了 你把那个日干子找出来 然后找到那个日之 日之里边 什么叫之呢 就是子五毛油 就是那个 子属丑牛 鹰虎毛豆 成龙四蛇 虎马威亚 哈 等等 就是 池儿属相 你把这些找出来 啊 这样找出来以后呢 你这样是 爱靠 这就是日之 明白了 找出来之后 怎么能分辨对方 它漂亮 还是不漂亮呢 以前给大家讲过什么 太阳升起的时候 为毛石 对吧 为毛 太阳落山的时候呢 为有石 为有 对吧 中午正中午的时候 是什么 太阳正中午的时候 那是午时 午时对应的晚上呢 那就是子时了 这四个时辰呢 属于是正 你只要在这个 地词里边 日词里边 发现了 我的日词是 子五毛有 子属五马 毛兔有鸡 哎呦 一看这四个字 不错 你的配偶呢 一般呢 会比较漂亮 或者比较帅 如果什么呢 如果遇到 自己的日词是什么呢 银生死害 就是说 地词是银虎 身猴 嗜舍 害诸 当你发现 这几个地词 是不是呢 你会发现 自己的配偶长得 就不会的太帅气了 就长相就较为一般 如果是第一次是 尘 尘 虚 丑 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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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虚狗 丑是臭牛 尾是尾羊 当你发现 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就知道 自己未来的 另一般呢 就长相 就不是那么帅气了 这是 其实这就是 分析的第一步法 当然了 帅气当中 还有更帅气的 丑当中 还有更丑的 但是呢 这个分析呢 就是第一步 就是说 它本来应该是 怎么样子的 但是呢 推算呢 并非是如此之简单 比如说 这个字本来是帅 但是被旁边的 月字和时字干嘛 把这个日字给破坏了 这个帅呢 就变丑了 如果说这个 终究这个字是丑 但是被呢 旁边的月字和时字给破坏了 那可能就变得帅气了 把丑给破坏掉 就是帅气 把帅气给破坏掉 那就是丑 那就是变正 不是一成不变的哟 但是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 从原来的日子中 大约呢 看出 未来的对象 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呢 就是说 还有更多的 就是说 这个对象对我好不好呢 是不是关怀我 是不是照顾我 对不对 对我帮助大不大呢 请关注老宋 在以后所讲的故事 会以后呢 会慢慢和大家分享 请不要错过哟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边 希望不要听到故事的师兄 说哎呀 老朋友在分享空间 迷信就好 这是提升大家 学习的兴趣 又给大家呢 分享一下 古人到底是用什么方式 来推算的 感恩感谢 把故事功德无量 大家都转发一下故事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也愿将讲小故事的功德呢 回向给诸位师兄 这些家人 愿大家人人都是幸福 健康 家庭和睦 愿大家家和万事心 阿弥陀佛